这手牌能有识别出 鬼运不知道是什么牌 这里边枪口味的A9也是凭尽 这谭轩通过上一手牌啊 又赢到了40万的筹码 这里边JQ同侧 这个牌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也挺舒服 谭轩QK 有点谭轩是多少 有点想Race的意味啊 如果不是Race的话 这里边可以直接很快 就是check 很轻松的check 这里边谭轩用QK加注到38000 这个A9 有选择all in了 也是继续谭轩这个人的形象 他的位置啊 谭轩是装卫啊 选择all in啊 其实他这个牌区是领先谭轩的 但几乎是一个跑马啊 旁边怎么还有个橘子 这个人很喜欢吃橘子 莫非女朋友送的我 不舍得是放这当幸运 89勾 现在是55开啊 正规的一个55开 这个翻牌之后 一张A9 哦 合杀 合杀 八九十 勾圈凯尖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一个七顺 八九十 勾圈凯尖 五张牌和手里边两张牌 全用上 全能用上 是个七顺 这个人又被淘汰了 这一百万一百万的 不能再买入吧 这么大的买入 这手牌是枪口加一位的 AK奥利 六万五千 装卫的弗林克 拿到A10同色 尻了这个短筹码 这样的 A10被压制了 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有张10 有张K 但这个AK 还有张红桃 只有两张10的出路 结果两张10的输路 转牌就是一张10 运亲逆天 合牌又是一张10 他只有两张10的出路 转牌合牌 全被合关给发出来了 这个短筹码 断筹码 不知道这是 心里边 肯定是 MMP 这手牌枪口味 拿到AK 奥利 10万 96肯定是不会参与的 88也不动 没有必要 没怎么投入 只投入一个安提 德万用AQ选择了 选择了 call 德万筹码 由于买入了 现在变多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 看见德万筹码 在10万以上 但这手牌 德万被压制 没有胜率呢 等我 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直接就是一张Q 现在变成了46开啊 这个牌还是非常的黑啊 一张A是没有用啊 德万现在是AQ两对 对方是A一对 一张6 德万这手牌运气非常好啊 又获得赢得一个21万2000的底持 现在总筹码量接近了30万 好消息哦 其实我希望德万呀 谈宣家一直活着是吧 活到最后啊 这手牌前后 我也拿到了队A啊 其实德万这种谈宣 本来就是我很喜欢的选手 本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选手 所以我其实这样的选手啊 包括曹瑞谁的呀 Viking Yang 炮芙老板呀 包括这里边的王老板啊 应该是叫王俊啊 都希望他们能这帮人打决赛多是吧 肯定不光是我 大家都应该非常喜欢啊 这手牌 王总的牌非常的好啊 但他面对的是AA啊 其实这种JQ 尤其是90这种牌 如果是同色的 面对AA 其实是很不错的牌啊 90是庄位 也是选择call啊 8000的大猛 装位下8000的盲数啊 哦 翻牌发出了两张 这个AA翻牌直接击中炸弹 选择过牌埋伏了 王总不再想要这个牌 和他关系太小了 90这里边试探一下 90凹炼啊 这个牌他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气牌率 不过这凹炼还是有些勉强 这庄位这个牌 他想演一演啊 这也不太好演啊 这个牌你call能是什么可能 是什么牌能call啊 90是死牌了啊 A当5的话也不够啊 678 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铜花顺啊 没有 笑了直接握手了 已经是死牌了 他自己送人头啊 又送人头 不过90虽然他筹码少啊 他其实这个牌打的还是有些莽撞的 他还是他还是可以过牌看的 但他觉得没有A啊 他也这么的也是保护一下酒 直接翻牌拿下底池 看德湾如实了Q6call 看德湾是什么牌K7同色 是这位 反正多少有一些浪吧 也行了 看Q6枪口味也尝起来了 就是这桌的风格 应该从地上要松一点啊 翻牌翻牌 十这八 哦 德湾是买花啊 十勾圈K就是买花 大家牌都不怎么强啊 全是过牌 哦 结果转牌德湾击中了花 德湾这里边没有打 也是挺意外的啊 这张6发出来 其实这个牌容易出现很多的买牌啊 包括买花买税 德湾这时候选择了TAC埋伏 这里边大家牌力都不强 全都是过牌 像这个八九十 八九十勾啊 这个牌 也有花有顺的 德湾这个时候合牌发出一张A之后 这时候打价值 这时候 德湾这手牌很好啊 转牌 击中了这么大的牌啊 但是只收了相当于收了一个 收底吧 大家平尻起来的 收了个平尻 地匙 转牌没打还是挺意外的 看德湾有点精神萎靡呢 这手牌是王总拿到了AZ 加速到两万四千 他还是挺稳的 九十不玩 德湾这里边八九尻 装位的九十应该是一个TAC 一个尻啊 一个尻啊 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六Q十 王总 作为一个奇瑞斯的人啊 这个牌面 他现在目前是卡顺买高章啊 七万六的底驰 德湾这里边是买上下顺的 他又起这六七八九十 八九十够圈的上下顺的 这里边下着五万啊 王总这里边想直接一枪解决战斗 这个牌面对王总而言确实不太友好 他这里边就直接打的大一点 想直接拿下底驰 他可以表示有这张Q啊 德湾这里边上下顺的也是尻啊 两个人的筹码差不多 德湾这里边 由于 弗老婆下的也很重 德湾 也没敢轻举妄动啊 没打别人气魂略 现在转牌来到一张A 王总很幸运的击中了 这张A啊 现在面前的顶对买卡顺 他这里边说实赛的容易出现什么A10AQ 我比如有这种牌 也容易出现这种两对的 JK顺的啊 反正里边王总打的很飘逸啊 这里边由于德湾是一个买牌啊 现在有可能是下顺了 所以可能王总觉得德湾的范围实在是宽啊 反正这手牌说实在的 打的挺飘逸的啊 转牌中了个A队之后 这人那个装备这个人是又埋入了吗 记不太轻了还是没输哦 记不太轻了啊 这里边QK 他在弹圈着很放松的态度啊 姿态啊 这个QK的ALL IN QK想要不要接啊 他有66万啊 想想也没有接啊 没有浪啊 A7呢 A7这个牌 前面这个人老去用这种牌 A7这种牌不适合接枪好位 这个人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松啊 A7这种牌接枪好位的ALL IN非常不好的 他这把运气很好啊 没有背对方 对方没有A啊 他很有AKAQ什么这样的牌子 玩对的也都比A7要好 这里边A7 这个人真的打得很松啊 这个人 其实咱们是顺势啊 这手牌没有 看来手牌没有及时的 及时的掐断啊 顺道看看这手牌 然后翻牌一张Q 看看A7啊 10勾圈 10勾圈 有卡顺啊 对方有一张Q 又花出一张旗 这回这个人是又被淘汰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买入啊 他样子是不打算了 100万100万的 家里有啥呀 到100万100万的买入